足球小將一本影響 70-90 後的漫畫 不少人因為他而踢球 斯丹美斯都說過自己是他的粉絲 這個南角十號 由小學踢到奧運終於退役 在四月推出最後一期就停止連載 書中的射球招式應該是很多人最深刻的記憶 但這些天馬行空的招式 現實還是不是真的做到? 很難控制他擠起後那一下是在哪個位置 生氣 這本曾經紅遍世界各地 為日本和其他不同地方培養出不同足球員的漫畫 為何會停看? My plan is blue, my brand is you 今集牌子要說的就是 足球小將 聽到這個音樂,你會想起些甚麼? 雙腿好像沒有我打 我記得 足球小將,張偉健唱的 這本日本漫畫是高橋揚一在1981年開始連載 到現在已經連載超過40年 曾經在棒球當道的日本掀起一陣足球熱 甚至培養出不同球星 例如日本球星中田英秀 就說自己是因為足球小將才會做職業球員 那時的日本小朋友無論是否踢球 都幾乎會看足球小將 從小到地打開棒球 在香港做擂球教練的大賭山都是其中之一 我是喜歡棒球多一點的 但是我們學校很多人都知道足球小將 我的感覺就在學校入面 九成的小朋友都認識 至少我或者二十多三十歲的人 都是足球等於足球小將 足球小將等於大空翼 足球大空翼是一致的 這本漫畫主線分了八個篇章 由戴梓偉小學畫到他代表日本 參加奧運會決賽 九十七本單行本 連同四本外傳故事 全球銷量加加埋賣達到九千萬本 是暫時日本銷量最高的足球動漫 這本漫畫來到香港 都影響了一批又一批人成為足球員 我是觀塘大志偉 大家好 我是歐爺松 我是80後 如果沒有看足球小將 我可能未必會選擇踢球 我是鳳Sir 鳳凱文 我就是70後球員 教練 我自小就是因為足球小將影響而 加入了足球這個行業 之前隊友你說傻邦 邱文輝那些 都是全部不用說的 如果你做過動作就立刻說得出我 這下是大志偉第幾集做過的 足球小將可以有這樣的影響力 動畫化自然功不可沒 1983年東京電視台開始播放足球小將 立刻成為收視冠軍 令到當時原本還是沒什麼人看的 東京電視台上到甜頭 確立了電視台日後的動畫製作業務 而對一班游細看卡通 看到大的小朋友來說 最喜歡的就一定是扮不同的角色踢球 試過一次 我記得在頭幾集 志偉想關掉原三 他拿球上山上 然後就一腳踢到原三間屋 我的朋友就去了家裡荒廢了一間學校 我們就真的在學校的三球上拿球 就踢到下面給朋友看看能否接到 當然那個效果不太理想 大志偉好像打球進了巴士那裡 那時候我看完就真的有嘗試過想踢到巴士那裡 和朋友那裡 那當然是做不到 猛虎射球 衝力射球 滑翔衝力射球 滑翔衝力射球 火焰射球 哦 德國那個 是的 因為我小學是沒有足球隊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小學就會不斷看足球小將 哦 中學就被人叫他踢球 我想他因為喜歡病 他讓你覺得嘩 有些東西看 投入一點 但實際上他說足球那樣東西 那個熱情 足球是我們的朋友 無論有沒有成為職業球員都好 這些招式令到當時的小朋友愛上足球 不過這隻會射隻老虎出來的猛虎射球 就不是足球小將的原創 而是師承六零年代 福本和也的誓然的魔球 和美元一騎的巨人之聲 加上高橋楊一從小到大都是棒球隊的背景 他就將這些知識融入到足球小將裏面 例如是黃金拍檔大智偉 麥泰萊最標誌的雙人射球 其實就是參考棒球裏面的蝴蝶球 特點是不旋轉 移動軌跡不穩定 既然是這樣 足球小將的招式 又可不可以在現實中做到呢 我們會將足球小將的粉絲分為兩組 看看書裏面的招式是否普通人做不到 還是連職業球員都會被他考起 今次我們分了三個彈道 初級是盤球招式 新坦拿轉身 中級是利魂射球 和高級的雙人射球 雖然歐聰不是巴西人 但這招都似無似樣 Ernest 他們分開兩段做都勉強過關 接著就試試中級的利魂射球 看看他們可不可以像漫畫那樣 擠起一顆球再鍋裡抽射 好可惡 怎樣? 擠... 咦? 好難控制 哥哥 我 我 我 有個學生很喜歡搖起球 這樣搖起才射 我問為什麼不簡單射 為什麼要搖起球射 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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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的拍檔呢? 我們... 多少部啊? 好,來 準備 一、二... 哎呀,我踢不到 一、二、三 有,這下有 這下有 這下有 但是... 好像有啊 但是百分比不是一半一半 踢不到 踢不到 差點差點 踢不到 我要走回來 你腳快的 總之你三我就... 硬一下 就沒有人打一下 一、二... 好像中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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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都中 兩個都中 雖然大家好似都用到漫畫的踢法 但都很明顯看到不會有輸入的威力 日本都有人計算過大智慧破網的射球 速度達到4.8馬克 即是比一架超音速戰機還要快 不要說硬接 起腳那一刻 分分鐘整個球場的觀眾都要疏散 足球小將不科學的位置又何止是招式 由人體比例到計時方法 都好像跟我們一般認知有些不同 看看這幅畫 林元三幾乎是15頭身 就算他幫現實球星畫畫 都逃不過這種足球小將化 不過這種超現實劇情 都在不少的讀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三慘純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人物 他在完成一個射門之後就過身 然後有個天使叫他回去 然後他又醒了 我很深刻這個情節 但他好像最經典不是那些踢球的東西 好像是他經常蹲球中的時間很厲害 譬如他可能是可以跑足全場的一閘 時間在足球小將的世界都很特別 足球小將高 由第一集大志偉代表聖保羅比賽 踢了1分半鐘之後 就開始做成30集的回憶 要來到第33集才繼續比賽 但這些不科學的地方 都無愛他成為當時最特別的運動類動漫 因為主角大志偉 居然是一個完美的天才角色 60-70年代 日本的主流運動漫畫是被稱為 他們都是強調不完美的主角 在斯巴達式的訓練下 一步一步成長打贏對手 80年代才出現的大志偉 以一個近乎完美的天才角色人切出現 令到大家有一種耳目一身的感覺 噴 當足球是自己的好朋友 的這個信念 就可以做到打敗一眾高手 象徵著運動由單純的勝負 變成一起享受運動 一起成長 大志偉吸引力 還影響到現實中的球會 例如在2004年高橋陽一 參觀巴塞龍那的時候 宿敵王加馬德利主席都問 為何不加盟自己的球會 既然他又完美又好球 那你又知不知道其實他的圓形是誰 中田影秀是米的 中村進庫是米的 其實我想起因尼斯達 關於智偉的圓形 網上有流傳一種說法 是參考日本球員水島武藏 當時年僅10歲的他 為了踢球而去到巴西 效力勝保羅 亦有人說是參考三普之良 但高橋陽一在2020年 阿根廷球王馬勒多娜去世的時候 接受媒體 Libering 訪問就說 在創作出阿根廷球員迪瓦斯之前 大志偉就是他對馬勒多娜的頭蛇 我會說南國的南白色 關不關阿根廷球賽 都是南白 我又不覺得很特別 雖然現在日本還未拿到世界盃冠軍 但在世界盃冠軍身上 就找到足球小將的身影 斯丹、亨利、托迪等一眾贏得世界盃的名宿 都說過自己是足球小將粉絲 就算今屆世界盃冠軍 阿根廷的美斯都不例外 他的隊友高美斯 直接在右腳紋了大志偉 可以用錢吸引球星來自己國家踢球的年代 日本反而是用足球小將吸引他們來踢 西班牙球星印尼斯達加盟日本球會神戶勝利船 足球小將就起了一定的作用 既然說到足球小將好像紅遍世界一樣 為何現在好像越來越少人看呢 我覺得不看的原因 還有就是角色本身的描繪不是很深 譬如其實大志偉都是一些很樂天的人 太樂天太順利 太過一帆風順的主角其實是不吸引 因為我覺得開始人越大 就覺得好像因為自己做不到 可能一來一個扭十一個已經做不到 就覺得好像有點誇張了 那就開始看別的漫畫 有人認為另一個原因是更新速度極慢 到今時今日還可以見到現實中 一組退役的球星踢球 而高橋楊一就解釋因為年紀問題 沒有辦法長時間坐下畫 所以他都決定完成手上的手稿之後 就封筆不再畫足球小將 這本年再超過四十年的足球漫畫 代表著一代人的青春 更是見證著日本足球界的發展 由昔日連本地聯賽都沒有的地方 可以透過一本漫畫掀起一陣足球熱潮 日後還培養出一批世界級選手 或者真是有一天即使沒有大志偉 日本隊都真是可以好像高橋楊一夢想一樣 成為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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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